第九十一次歡迎請問 報告案一 福德耶重慶廟歷史建築本體 暫為報告案 結論 一 本案經委的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託成立如下 歷史建築保持暫為政典 為昭和十一年修建至鎮店 包含鎮店妙生兩棵外牆面 定延伸至鎮店前方間提前為止 其方廣場及後方大容宿所在土地 包括中正區和區段四小段 二 五 六 二 五 六 之三 二 五 六 之四 二 二 六 三 之三十一 二 六 三 之三十二 二 六 三 之三十六 二 四 七 之十一 二 四 七 之十二 二 四 七 之十三 第一號土地 二 本案一 據文化主廠保存法 歷史建築登陸 對職審查及協助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三 有關歷史建築 所有權人權益及保存商事等 後續請文化局邀集 所有權人及廟方等 召開專案小組規定討論 三 審議案 案一 歷史建築新生北路三端 六學二廂二十七號 門牌變更審查案 結論 一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同意 決議如下 同意變更本是歷史建築 新生北路三端 六學二廂二十七號 名稱地址 以及鎖定土地之第一號 集面積 申認公告事項請委員參與 案二 中正區中華民國立法院 台北州立台北第二高等女學校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一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同意決議如下 案一 同意指定立法院 原台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 為本市市定古蹟 登陸理由請委員參與 考古二 同意登陸立法院 依偿為本市歷史建築 登陸理由請委員參與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以既指定及座職審查辦法 即歷史建築登陸座職審查及輔助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三 有管理法院提出 將青島登陸自中山南陸起至正江間口址 即正廖接納入保存範圍 建議一與五級收入在利用計畫 進行完整調查後 再提出擴大保存範圍的理由及試證 有文化決定案處理 以上報導 請委員確認 各位 您有什麼意見 有 沒有 我建議這樣 我們前ismus在這個報告案 關於審案第一個 越市建築的民主免頭 變更的案 這個沒有紓正公告的 沒有這樣子的 行政署就沒有這樣子 你就直接紓告了 但是原來呢 就是原來的 這是歷史見證 叫做康律目 登陸的行政組 原來內的一條廢紙 新的這個東西就同一天就生效了 那我們在那個登陸公告 或者是普及的指定公告的那個 那個公告上面要寫生效日期 才不會讓人家誤會說 要等30天才生效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考選部長蔡聰貞教授 當時在文化部的文資局 這個數月 不是我自己在文化部的數月整理文化的時候提出來的 他說各 他說中央文化部的文資局 或者是地方政府在做這些公告的時候 都沒有寫生效日期 那其實那個30期的市值可以提起數月還是算的 公告也過30天慢年的話 折天還是算30天就可以 不符的話這些數月 並不是生效要過30天 所以我們希望在主旨上面寫生效日期 那你們是收到的資訊的狀況 不是靠你了 因為很多委員都會說 我們今天去開 什麼時候的書 因為還是有委員提出來說 怎麼會有更同時存在 好 謝謝 謝謝 以上稍侯我們請問 謝謝 pitch 請 省議喃一 按由 本陰歷史建築原山坑道 逐大保存範圍案 省議喃一 邏 jon 氏陷勢建築原山坑道 逐大曝 sett Fanwayтоanrive,提升審議 依據文字法第十八條歷史建築登部備職審查及補責犯法 辦理行程一 舉 accordingly 3 年 4 極 十 日公報 原山坑道為 本日立利10ý 辦理位及築 階 Bru貨能音乐 法 خ徹 是 Worth Let's DAC 報仇 文土官傳局於1060年3月30日韓表示 民生坑道的南端前文本市警察民房管制中心 辦公處所與北端納入歷史建築 組織原山坑道組坑道範圍相連 南北端實屬一體 其內附有早期戰備構建 如雙層防爆門傳遞商品水溝等 具有歷史建政價值 請本局將園山坑道南端納入歷史建築保存範圍 三本局 106年4月19日邀機 主持人蔡元陽委員 謝恩委員 林慧神委員 召開歷史建築園山坑道擴大保存範圍 專案小組審查現刊 會於決議或出席委員一致共識 坑道南端部分與園山坑道系屬一體 同意擴大歷史建築園山坑道保存範圍增列南端 和後續將提送本市文化資產行為委員會審議 四 其他資料 文化資產坑道報告情緯原廠附件四 這是園山坑道的位置圖 局色桑框是本次擴大範圍南端的部分 這部分是衛星濤會圖 北端這部分已納入本市立實建築圖範圍 本次是陣列南端的部分 文化資產坑道報告情緯原廠附件 文化資產坑道報告情緯原廠附件 這是現已開的照片 左邊是坑道的走道 右邊是坑道入口處 右邊是坑道的房間 室內房間 你辦一你請同意 變更本市立建築園山坑道保存範圍 一變更歷史建築保存範圍 原一你三年四月十五日公告 歷史建築保存範圍為園山坑道本體 佈含本市及他秘密房管制中心 變更為園山坑道本體 包含北端及南端 二變更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變更理由 園山坑道空間曲折有制 內部行程如走道與坑道及刺痛道等 其邁會分離 坑道由警備走路 市領域民房指揮所等單位使用 為台灣軍用各式歷史上 重要是一個 為增加歷史建築的完整性 將人山坑道南端納入歷史建築 綜成範圍 二法令依據 文資法第十八條歷史建築 登陸費者審查及出貫法第四條 等案提醒本委員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配論公告事宜 謝謝 這個案子 我們市府有相關機關的意見 往上官員傳局的 你們是同意嗎 非常同意 謝謝你們 就我怕不同機關有不同意見 還有各位委員 我特別去查 我們憲勒委員叫做 忽於憲勒委員 那兩個字是忽於 是不是 憲勒委員 你那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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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於 不是這樣唸 我去查字典 憲啊就對了 所以前面來知道是 憲勒委員 你那個名字 我那個漢字唸成 忽於 第二個字 沒有發音 真的 在日文沒有發音 日本有 日本有 可是中文叫忽於 日本人發明 日本人發明 可是我 我查字典有這個字 那那個 第一個字你也聽得懂 柯烏烏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發現很多委員 好幾分的名字都 都念得不一樣 好不好 那我們要不要請 蔡惟委員做忽於 憲勒委員來 聯合成為 今天有請 有 有沒有意見 我們要不要講一下 還是說 大家都沒意見 我們在案子就通過 你問 我想大家的意見 應該會非常類似 也就是大家同樣的 對他們支持 我們還是稍微 想了一點點 簡單的文字 所以要念一下 但是我覺得 看剛才的報告 比我講得還要清楚 還要完整 所以我們其實 在這個地方 如果能夠把這個 水南邊朝向 我們這個整個 圓山坑道 大概從長 大概一百多公尺 然後北邊的地方 是靠這個 基隆河這邊 現在是屬於 我們這個 市府 相關單位使用 但是已經是 流控下來 那南邊 事實上是靠近 東南北路 它大概只佔 四分之一的距離 但是它的面積大概 也佔了一半 然後這個本來呢 是由這個 市府 在市府 sorry 市井區 在使用的空間 那現在呢 它也把它流動下來了 所以整個 這個坑道呢 大概一百多公尺呢 它現在是完全空下來 所以這個整體性的保固 不管是南邊 還是北邊 如果運行 這個保固下來的話 我想將來的使用 會更合理 更周全 所以我想 能夠把這一個 南邊的這個 這個部分呢 把它併入 我們這一個 保固的歷史建築裡面 我想是合理的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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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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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被總部 現在已經沒有請被總部 所以我們應該是寫 錢 而且他的全稱叫請被總部呢 因為這個 這個變更理由 這是我的職業病 我們都要寫正式的名稱 如果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機關了 我們要寫說 錢 然後市警局民房指揮所 是台北市警察局吧 現在有民房指揮所吧 這個我們是不是恰一下 我們把這個變更的理由 把它寫清楚 我們的用字用詞 尤其是機關的名稱 把它弄清楚 不要寫太簡單 然後這個單位 單位不是機關 那你寫的等是不是還有 還是沒有 坑道由前 警備總司令部 也不是叫首次 這個名稱在請我們文化局這邊 再來把它全程寫清楚 當時或者是什麼時代的那個 警備總司令部 它有一個全程就是這樣 那個等字到底是還有還是沒有 沒有的話我們就不要寫 等還有的話我們就寫機器 機關跨圖單位 我不知道指揮署是單位還是機關 如果是機關我們就不太 我這個職業已經不太習慣用單位了 為台灣均用設施歷史上重要是遺構 為增加歷史建築的完整性 將圓山坑道南端納綠歷史建築保育範圍 這個我們是不是公告的時候會寫建築 會寫好 所以我們台北市要做一個表率 我們寫的東西一定要非常精準 尤其你是公告是一個行政處分 人家將來會說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 所做的行政處分是非常精準的 這個名稱我們暫時會後再查 當時的名稱 跟主題請示 還是因為我會議等一下進去開 我們同仁盡快查 在會議結束前如果能夠出任用 在今天會議中把這個登錄裡回去嗎 好 那就非常有效應 那查查看除了這兩個 還有什麼為什麼寫個等 我們這個等字有等內或有等外 所以大家都搞不清楚 如果我們還有其他的人 而且查不出來什麼 我們就寫其他機關 然後如果有單位或是機關 我們就寫機關跨補單位跨補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我們進入第二案 第二 北投城市池塘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案有 北投城市池塘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一清審議 依據文資法第十七十八條五 即指定期廢止審查辦法 意識建築登陸廢止審查紀錄 主辦法辦理 辦理進行指 第一 此案標定位於台北市北投 道童街十二號 基地位北投 監大葉段二小段四七四八一號等兩筆地號 土地署即是工業稱進隆號所有 目前正辦理都市更新 會確認該建物是否具保存價值 本局一職權 依據文資法規定啟動文資審查 程序 二 本局於105年6月13日辦理 北投城市池塘文資審查 專案小組會刊 出席委員包括張登政委員 蔡元良委員 詹天權委員及劉書英委員 會刊結論略議 原則肯定大同階十二號 據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本次專案小組會刊意見 將續送台北市文資會 供審議參考 會刊記錄祥福建二 第五至第六頁 現場照片祥福先三 第七 第十頁 三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 佔料如下 一 城市池塘創建於光緒更營年間 族人主集為福建全州府同安縣 馬相廳十二都祥峰里封鴻堡 三 侯廷鄉 原系有呂也派 南岳派下城市族人 十祖中公 侯廷也派後分成大長份 相公份 宅里份 後補份 後臂份等五大支派 食堂由侯廷派下城結城 城結滿 侯廷分派十六市 發起糾之闖建 唐中奉是侯廷開機組 飛城五十郎公 二世主孟酬公 三世主印中公排位 二 明治三十一年遭回度之災燒毀 唐中神味 復之一句 明治十三年由陳永仁 八起重就並擴建 遂加一部分祭祀出售為營建基金 先完成舊堂整修 而原定徵建的前若新持著一募款 因素而未完成 既目前所見 規模 包括正堂左右廊坊等 三 池塘坐北朝南 微磚木混合 四構造 一年久施修 關西物礦差 木構通柱 腐朽 極為嚴重 後期一五漏水 崩壞 而增建鋼構 支撐 集鐵 禮物頂 唯原有其貌 能可以看出 日式初期的重建規模 四 北朝 城市族人 與北朝區 漢人 肯拓的開發歷史息息相關 且城市池塘系為地方 城市族群 勢力的重要活動場所 儘管物礦不佳 但已具有文字價值 五 城市池塘 略於更述年左右興建 目前除木磚石座外 其餘為過程中置修建 保存良好 柱頭 屋頂 手伴可以修復 建議列為歷史建築 石柱及開油的架後材 將來重建時保留使用 本案已經提送第八次文字會審議 結論 本案由會開委員 組成專案小組 請都跟都市更新實施者 給你保存設計方案 送專案小組討論後 再續送本委會審議 會議紀錄祥附件事 第11頁 後續本局106年1月17日 召開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 會議決議 請建築師 建設公司及地主代行溝通 並依委員一件修正後 送本案專案小組續審 會議紀錄祥附件五 第12、13頁 本局續106年5月10日 召開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 確認本案的保存範圍 及歷史建築 登陸理由等 公告內容 並且建築師建築公司及地主等 報告保存方案並且辦理進度 後續再一 委員一件修正保存方案 目前實施者依據委員一件 辦理建物策會中 依據106年6月以完成 再行檢送修正值保存方案 依據文資法實行系 記者第七至一條 辦理文化資產凝固報告 請祥附件六 第14至18頁 令本案於106年4月19日 借貨民眾成型 主張保留本案建物 成型的意見 請祥附件七 第19至13頁 此為地及地情圖 土地使用分區 第三種住宅區 及第三種商業區 詳覆文資評估報告 指揮現場的會攤照片 請委員相約 禮拜一 你請同意登附北頭區城市祠堂 建物為本市歷史建築 一名稱北頭城市祠堂 二種類祠堂 三位置與地址 北頭市北頭區 台北市北頭區大同階12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值 以地號及面積 建築物注入土地為 台北市北頭區大燕段二小段四七 部分 該比地號土地面積 九百六十五平方公尺 四十八地號 部分 該比地號土地面積 三百八三平方公尺 地號等兩筆土地 建物為大燕段二小段二零一三五建號 建築物種面積 兩百十三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 需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五 登陸的有機 其法例依據 一 慈航創建於光緒跟營年間 1890年 竹人 主集為福建全州府 同安建馬相第十二都翔宮林 封侯寶三 侯廷鄉 元夕友宇演派南院派下陳氏竹人 始祖中公 侯廷演派後 分成大長份 相公份 宰禮份 後補份 後補份 吳大支派 此堂由侯廷派下陳傑城 陳傑滿 侯廷分派十六市 發起舊之創建 唐中奉侍侯廷開啟族 飛城虎食堂宮 二 四 孟酬宮 三 四 祖映中宮排位 二 明治三十一年 1898年 遭回復之災燒毀 唐中神會複製一句 明治十三年 1910年 由陳永仁 發起重修並擴建 明治十六年 1913年 年完成舊堂重建 此堂坐北朝臺 圍磚木混合式構造 包發正堂 左右廊坊 中夾天井 三 北投城市族人 與北投地區 和肯拓的開發歷史息息相關 且城市中旁系為地方城市族群 勢力的重要活動場所 每年冬至能維持祭祖活動 代表對原鄉盛中追遠 尊重先祖的禁師緬懷 四 該案符合歷史建築登陸貼紙審查金 輔助拜訪第二條地項第一四款平定基準 禮拜二 有關本歷史建築之保存方案 後續需提送文化局審查 三 本案提起本文院審議 並因審議決議辦的報序 謝謝 你們副局長有沒有要補償 好 那先請我們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 來表現意見 有沒有 這個案子也表現 我們所有權人 既是工業經歷有到 我們這個案子有沒有 有 那個 都市更新處 對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 市更新處就先根據文化局的會議結論再打一共許 好 謝謝 那我們就請今天 祭司工業成績文化 就代表成為電影 好 謝謝 謝謝 您有意見嗎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案影第二 您可能受到沒有 你們說要保留本案介護是什麼意見嗎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保持中間那個主堂 因為旁邊那個都是後來採用的 因為旁邊那個都是後來採用的 那個都不是歷史堅 中間那個氣敗那個重點 就讓我們這個案子有調教了 就是 放進去那個 中間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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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就是旁邊的 我們這個案子有好幾位 我們這個案子有好幾位 我們這邊先請請 就是說 我們這邊有好幾位 的才行 沒錯 針對那個 意思是工業成績 事工業成績就代表了 就是要幹嘛 你看裡面 你看這個時候 是嗎 看看 今天委員出席的情況 林委員 李正常委員在現場 打說可不可以幾點聽說 今天還有拆碟標舞 也有參加到現場 蔡委員 蔡委員 之前有跟文化局一起去現談 再來就是因為這整個計時公費在那個區域 包括現有的政堂跟旁邊一些比較好 舊肺系的崩潰建築其實有個範圍 那我們去大概就是確認就是說要保留的 就是當這個主持公會代表講的 從邊這一塊 那因為該低土地牽涉到 私人建設公司的開發 所以我想這個大概就是後來以後續 陸續討論這個權益的部分 好 再討論 再討論 那李委員 好 到現場現刊有三次把握 其中去了一次 那以前我自己也去過 那我看委員的意見 還有部分城市後代的意見 都認為它是有價值 所以從文化資產保存的觀點看 我們認為它應該具有分支價值 但是為了考量它的土地的處分 所以我們也同意讓它可以移動 它移動的身分就沒有把它指定為國際 就是把它分入的意見 這樣就讓它有任由 那究竟移到新的位置 它的方向跟它的大小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當然從文化資產觀點是越多越好 但是從要開花的觀點認為是越少越好 所以這裡頭就是喬一個 大家不是很滿意 但是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只能這樣做 我自己畫了一個圖 不曉得對我也沒有興趣 在第一頁畫了一個圖 能夠有三開肩更好 那如果說三開肩對某些人來講 還是覺得很痛 那只能走 左邊 右邊 讓兩邊 說小一點 很多房子是民間 中間換 而左右間稍微小也有這樣 那總是能夠有三開肩 看起來比較像樣 那如果說你連三開肩都沒有辦法接受 只剩一開肩 看起來像個土地公廟 我是覺得比較可惜 我自己畫了一個圖 我太成熟 但是我也考慮到不同意見怎麼樣的 讓大家不滿意 但是好像都還可以接受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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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那個新聞也沒有書面一點嗎 那新聞也今天也來了 新聞也沒有 我沒有書面一點 那你要不要再補充一下 我現在 他們這幾個 我會想增加兩百億 登陸的理由 因為這個是文化才是社會性 不是只有這樣 所以登陸的理由 他傳本來蓮香的文化宗詞 所以我寫了很多的意見 過去就是說 在禮紀中朝的時候 已經有 就是君子你在 先要表宗廟見 然後再把倡庫揚昌見 然後在你的居院住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中元傳的文化 然後閩南的這一次 它是真正的就是從荷蘭中元文化來的 那臺灣這個是 我是覺得這個是 已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印記 所以我想強化一下 立起來的意見 第二點呢 我是覺得 這當天的這個 這個歷史的這個場意 非常重要的 所以那個建築物有沒有破漏水 這個場意就是它祭祀的空間 還有共同的空間 祭祀的空間 這等等 過去以後 以前這個家房 家族裡面犯罪都要來在這個廚房 在等 所以我是覺得那個禮器 那個技器 希望能夠保存起來 建築是一部分 但是禮器 就是他們才是一個真正的家族傳承的印記 我就建議這三點 謝謝 謝謝 謝謝新委員 我們這邊還有位 劉淑英委員的意見 書面的意見 劉委員今天沒來 沒來 沒來的 他的意見比較簡單 我們會員都可以看到 各個書面的意見 他是建於 或是說 因此而報酬為主 完成策略後 去信徒再有計畫 那我們傳友 其實我們也有什麼意見 今天這個歷史建築 它所坐落的土地面積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整個 它的範圍 就是我們也知道 技術工業成是家族的代表所 跟我們的委員提了意見 你們還有什麼意見要提 那個還有 今天你有建築師事務所 還有不理睬 創新國際公立有信公司 有代表沒有什麼意見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這個案子就有 學偉有 學偉有 我想把這個後面兩個人 緬懷先祖 的 近思成義 緬懷先祖 緬懷先祖 的 近思成義 對不對 因為觀眾 我們是不可以的 先祖是自己的 老先生也很乖 剛剛我們新聞員有說 要把登陸理由 要強化我們有沒有 我覺得新聞員講得非常有道理 不是強調一個家族 他是整個 我們這個移民社會的 整個社會上的移民 有沒有辦法把它納入到我們登陸的理由 因為我想 的確我也同意這個新聞的看法 因為我們現在看登陸理由的幾條 其實看起來好像很那個 就是有意思的一句 可是其實有一個時候 其實是很清楚的 就是說 我們知道他創建於光緒更演連接 因為如果是更演不連的話 就是更演不連接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好 他原集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你看後面他說 原戲演派南院派下成是族人 然後後面有個侯廳演派 後分為武大支派 然後後面就變成池堂 也有侯廳派下 然後他也沒有說清楚說 前面到底是拿武大支派能派 那所以就變成說 你講那個武大支派 裡面沒有意義 因為你後面就說是侯廳派下成階層 他們所發救出信念 所以事實上你中間有些部分很重要 因為他最重要其實要講的事情 就是說 他是由這個泉州洪安縣 然後來臺灣 然後再來就是 什麼時候由誰見 其實這樣就已經很 就我作為一個燈幕裡面 其實就很充足了 然後我聽你說這個開基礎 然後又跟到底前面的開基礎 你又沒有辦法對應 到底是什麼時候的開基礎 所以我覺得你這樣反而是更不清楚 所以反而登陸以為應該是從三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說北投城市 家族在地方發展的一個重要性 然後第二個就是池航建築的重要性 然後第三個就是他這個建築本身的重要性 就是目前還留下哪些具有建築價值的東西 可能從這三個方面來寫燈幕有就可以了 不必 不必 好像有什麼資料就一定要把它寫進去 我覺得這可以讓人一下 謝謝 謝謝 我們是 剛好 我們這邊跟委員報告 那個海科目委員今天把各個意見都給予好 那我們今天先確認燈幕委員建築 那至於跟委員留這個依據 那今天委員給我一個各方的意見 那我們改去再修正 那下次大會 我捐讀紀錄所把這個竹條念完 再做最後的確認 然後新委員就寫著順便意見 那我們也是把它納入 還有今天所有委員的意見 對 我就覺得把它國一的寫得不太清楚 在國文上也不太了解 我們要了解竹人是什麼 然後聯繫什麼竹人 後來又有什麼案 好像不一樣 這個連接的方式 方式不太太 看不太懂 這個竹筆看不太懂 所以這個資料寫在我們 登錄里 也在我們行政出份的內部 都要清楚 好 謝謝 我們張竹筆 謝謝 好 那我們這個案子就 還有意見在 神明 剛才那個委員有建議說要做成三落 那我現在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當初是主先排位先辦 然後才有神明在上面 如果你現在法分開的時候 那比如神明放中間還是主中盤位 放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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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怕去 怕引起爭議 因為我們早期就是三百 我們最中間就是主先的排位 那那個旁邊就是神明 就是有土地公 有開山聖王 有那個 就是有觀世音菩薩 那如果現在 你中間要放佛屬的話 那主先排位要放旁邊 那因為我們剛開始這個放主先排位三個 所以我怕說以後會不會有三落的話 旁邊兩邊要放什麼 不至於說到現在原來的位置這樣 就該遺落 到現在的位置 它會比較隱身 可不可以這樣 因為神明我們不如隨便弄擺 目前擺戰是沒事的 好像不是禁止的 人的指定 不範圍的問題 那 尊重你們的排法 第二個就是 你們那個剛剛新聞也說 你們那個理氣啊 什麼都要保留 那我都會有 有 有 有沒有什麼 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 來 好 謝謝 好 他們說明了我們尊重 好 那這 你們要幫你 我來了 還有 這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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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謝謝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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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有所有權人的代表 然後我們又開北市南港區公所 還有一位區議員的服務處的代表 那現在我們先請南港區公所 先來相信一件 沒有意見 然後我們的議員的服務處的 許先生是不是 有沒有意見 意見就是跟他們的服務處理 好 你跟他們的意見一樣對不對 對 那個各位委員 因為他們所有權人 他們想要做一個簡報 我們是不是同意讓他做的 可以嗎 讓他們所有權人的意見 對 他們的意見 可以 那我們簡報的時候有哪一個來的說明 是缺塵納尼 是缺塵納尼 女生 幫他們服務處理 主席各位長官以及各位教授大家好 我是地主倩平和的太太缺塵納尼 首先呢 我們地主捐捐反對 劃定為歷史建物的陳情書證本 已經於4月7日 推刊當天 交給文化局的長官大人列為會議紀錄 為何我們地主會堅決反對呢 因為我們有請教三家 專門在辦理 力建農機轉移的公司 幫我們說明 聽完那些專家的說明 我們首先 我們發現 若被化為力建 我們地主的私人財產會損失 會消失百分之九十 我們先祖留下給子孫安生命命的土地 共有九筆地號 僅計算其中一筆建物 所坐落之土地 他的地號是177 就損失約五億 還不含其其他八筆土地的損失 請下約 所以 將心比心請問一下各位 尊敬的長官以及教授們 換錯是你們 你們會同意嗎 先不提憲法有保障人民私有財產的法條 更何況 這個房子雖然經過多次的修繕 但每逢下雨 必定會漏水 而且無地基 每逢車輛經過地面 他都會沾洞 這麼惡劣的房子 為何我們還要住在這裡呢 就是因為 大家沒有錢 大家都想能夠開發興建 不為別的 就是想能夠住進一個 不必擔心漏水要接水 更不必擔心地震隨時會倒塌 更不用擔心死後 無法向祖宗們交代 祖先留下的土地 卻無法讓子孫有個安生命命的家 下面是我們找了十多位專家 他們都認為 此屋應該列為微樓 並不適合居住 還是回到那點 為什麼那麼危險 我們還要住呢 因為 沒錢 買不起房子 今天各位尊敬的長官及學者們 對你們來說是輕飄飄的一句話 對我們來說 卻是血淋淋的割落以及臨詞 不但無法向兒女說明 死後更無言面對祖先 不是我們一定要抗爭到底 而是為了一些 只需烏有的傳說 或是椅子或是磚塊 就要硬生生地毀掉 我們幾輩子的累積財富 如果有人要那些椅子或者磚頭 我們願意無償捐出 祖先留下的土地 我們不求大富大貴 只求能夠開發新建 有個遮風壁的地方 讓兒女們能夠安生立命的家 最後請各位偉大的長官們 委員們 能施展給我們 這一點點小小卑微的請求 不要將我們化為歷史建物 給我們一條國下去 俗話說 金窩 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 今天我們的狗窩如果被端走了 請問一下 我們要到哪裡 遮風必以安生立命 謝謝 還有其他代表要不要打一件 好像登記有四位代表要 看 要不要去 請 再用 本人 請請 再使向各位長官及各位委員報告 有關委員提起 古厝內置泰斯 以及既有保存價值之鴻磚 及沙岩 卻家印全體無常 捐贈於文化群或其他 認定有保存價值是第三人等 為此 一樓平房且主樑 多於被打以助食及歸列 前右側房屋 願意塌陷請搞多年 即使多位專家認定此文回樓 不遺棄住 故有意收藏 翻譯時請注意自身安全 另外本人在此強烈抗議 將我們祖先所留下 之最後財產化為歷史介入 除非相關單位及各位長官 能夠提出以市價收購方式來補償我們 因為憲法也明定個人私有財產應手 受到保障之權利 而事實上就算以市價來收購補償我們 對地主來講也是影響很大 因為就整塊基地而言 補錯保留成為歷史建物 整塊基地是最重生部分被保留去了 其他做如何做最有效之開發呢 就如同雞蛋的原理蛋黃被你們拿走了 我們剩蛋白又有何用呢 以上報告完畢 可請各位長官大人及尊敬的學者們 能請聽一下小市民的心聲及卑微的拯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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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錦瑞先生 還有第三位 薛錦瑞先生 薛錦瑞先生 我先要表達一下 剛才你們一座的感報 那我想在一座各位者應該有 應該有些是沒有到現場的吧 那我覺得把照片啊列出來